有些人真的是三年多或者五年没回新加坡 所以他们说在日本终于三年后 五年后可以吃到那个家的味道 那些话我们听了也是非常开心 日本是许多新加坡人的旅行首选国家 不少人也选择宜居日本在这里落地生根 本地对夫妻就在2017年来到日本生活 更在疫情期间大胆转转餐饮业 选择专卖新加坡美食 究竟他们为什么会选择日本呢 让我们一起去了解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Mark 我是Melissa 我们在日本住了五年 然后在东京的主力区开了一个小新加坡的餐馆 叫Little Mullion 小鱼尾尸 卖一些新加坡的美食 其实我是半个日本人 可是我生长一直以来都是在新加坡生长 所以没有住过日本 也没有正式学过日语 所以一直想要说 在日本尝试一下住一年看看 原先的那个计划是住一年 然后喜欢上了这边的生活 这边的同事啊 这边生活方式 这边生活数字 所以就一年变了 现在变了五年 这个想法就是在日本东京 没什么新加坡料理 没有什么好吃的新加坡料理 所以我们说如果开新加坡料理的话 有可能吗 周末的时候 有时候百分之九十都是新加坡 或者马来西亚 外国人 说实话我们的地点 离市中心非常远 很多新加坡人 都跟我们说 你们怎么不开在市中心一点 我们周末的时候 有些新加坡人从Yokohama Kawasaki 从东京的比较南部一点的地方 有些人花了两个多小时来找我们 嗨 谢谢你 对 有些人真的是三年多 或者五年没回新加坡 所以他们说 在日本终于三年后 五年后可以吃到 那个家的味道 这样子 所以那些话 我们听了也是非常开心 我们那时候 有可能说太过乐观 十二月的时候 还算不错 然后第二个月 政府就announce说 有好像类似lockdown这样子 那时候就有可能生意 减了一半左右吧 我们有就是说真空包装我们的东西 然后寄给夏阿波人 然后我们有农历新年的时候 我们弄那个鱼生 给人家打包鱼生啦 然后一整年过后 生意其实还是不太好 不太乐观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啊 现在东京非常的那个流行 餐车 我们应该也是要考虑一下 接下来我们还是会继续坐餐车 再拿捏一下什么地点比较适合 然后我们也想要做多一点大的那个活动 想念就是想念家人 朋友 这类的东西啦 就是说 如果这边好的话就在这边待多一点 刚好新加坡有什么机会的话 也是有可能可以回去夏阿波 因为我们都很随和